嗨,小伙伴们大家好 我是网川吉,一个沉迷于研究学习方法的高出生 这一期视频的题目是 五个月,从零到一本线 准备篇,颠覆你想象的信息化学习法 那为什么要取这样一个名字呢? 是因为我做了第一个视频以后呢 我觉得我的内容其实还是很不错的 但是呢,可能因为名字和标题取得太高冷了 然后呢,看的并不是特别多 然后我去观摩了一下 点击量比较大的一些学习视频 然后呢,就取出了这样一个名字 这个名字并不是标题党的行为 我现在来解释一下到底是一个什么情况 首先呢,这个为什么是五个月 因为我高一,我现在马上升高二 我高一一年,由于身体原因 由于做手术的原因 断断续续在学校上课交起来 总共只有五个月的时间 而我这个,考那个高考的卷子 就是在高一的时候考的 所以说,我只学习了五个月 从零,是因为 那之前就是中考嘛 我就是从一个中考的学生 变成一个考上高考一本线 学生只经历了五个月 那现在来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成绩 这就是那个考完了以后 呃,原题库它组织的一个真题模考 就是用这个真题考了以后 有老师会跟你改 然后考出来成绩就是这样的 然后呢,其实我觉得这个数学考特别差 只考了1-1-3分 但是呢,因为我当时没有学导书 没有学研究曲线 没有学做标系 参数方程 还有什么选修的一些各种各样的推理逻辑什么都没有学 然后在这种情况下呢 我觉得考这个分数也已经很不错了 然后 英语的话是因为它那个 嗯,好像改作文是 就是 机器自动扫出来的 并不是 用机器老师改的 所以说 它有点奇怪改的分数 然后 我又找老师改的话 改出来分数其实不只有这么一点 然后呢 文宗的话解释一下 只考了1-92 是因为 你知道高中一年 高一你其实学不了很多东西 然后政治的话 哲学和经济 哲学和文化都没有学 然后今年考了一道文化大题 有24分 那个我就没有做到 然后 我的历史考了76 我自己算出来是76 然后还不错 然后地理的话 大家如果做过全国认一 你们可以感觉到那个地理的选择题 特别特别变态 然后由于这个原因 地理我也没有学完 我才高一嘛 所以说呢 地理就 只考了50多分 加起来就是这么一个效果 那 这也证实了 就是你 就算你只剩下了5个月 现在离高考 你也一样可以从一个中考的基础 到一个一本 一本线的基础 那我们现在来讲一下 第二个部分 就是本系列的概述 因为我想做一个视频 做一整个系列视频 就包括这些内容 就是说准备篇 今天要讲就是信息化学习和 学习方法APP的一些测评 然后以后还会有 比如说如何自制啊 教辅书的推荐 我的方法呀 笔记错题 各种各样的 方法其实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课题 不可能一进讲完 像我自己 就整理了这么一本 学习方法 然后 就是从各种各样的地方找到的方法 然后我觉得 嗯 如果你真正想学好的话 你还是有必要去好好思考一下 这种方法的问题 然后说这个以后呢 就是还有 关于各个科目我是怎么学习的 除此之外呢 就是这个系列视频以外 可能以后 如果你们愿意听的话 我还可以做一些关于其他的视频 比如说你生病的时候如果学习啊 还有一些课外读物的分享 那我们现在来进入今天的正题 就是准备篇 那现在我们来讲一下 信息化学习的主要思想 好 现在好像应该切一个篇头 对不对 因为我的剪辑软件坏掉了 所以说只能用这种原始的方法切篇 好的 信息化学习思想 为什么一定要提信息化学习呢 因为其实 现在讲学习方法的人还是挺多的 但是我发现 我就我的感觉来看 真正能打动我的很少 其实也是 也不是完全没有 我的学习方法 其实也是受一个学长的影响很大 然后呢 他就是提供的这样一种 嗯 我称为信息化学习的一种思想 什么叫信息化呢 就是我们现在 可以利用我们手机 利用互联网 将我们的学习 从子制 变成一种 可以流通的电子版 然后这样的话 就更利于我们的分析 和学习 因为其实我觉得 我们如果现在还在用那种 十年前正常用的方法 认认真真抄笔记 抄了好多本呢 做错题也是到处剪啊 剪剪了好多本 然后这样其实效率并没有那么高 现在 嗯 很多时候你只是感动了你自己 就觉得你很努力 但是其实我们追求的是效率 有好的工具 我们可以借助的话 我们就应该用工具来方便我们的学习 那我觉得信息化学习主要有三个特征 数字化 便利化和游戏化 数字化很简单 比如说 嗯 你举个例子吧 现在 我找到了一个 呃 我记了一些笔记 然后呢 从各个地方搜集到了一些东西 现在我要想找出来它的话 就非常的方便 比如说 我在这里 搜索 然后就可以找出这么多 比如说 关于种植的东西 这就是一种 非常电子化的一种学习方法 当然我自己的笔记 其实很多都是记在手机上的了 然后便利化也是一样 那再举一个例子咯 比如说 我们现在打开原体库 随便 找一个错题吧 那比如说 我看完这段话以后呢 我觉得有一些东西需要 我来积累下来 比如说这个阴晶不是水性的一部分 那怎么办 我要抄的本子上呢 非常的麻烦 然后其实你只需要点击一个复制 然后复制 然后复制到你想复制的地方 你的笔记里面很快 就很方便 你就不用 省去就可以省去很多时间 然后这里 我建议大家可以看一下我第一个视频 就是关于错题的 真的 我觉得你用这种 变子化的方法整理错题 真的特别特别特快 然后呢 第三个就是游戏化 其实这个也是我自己的一个感悟 就是当我 就是点开这个圆体库的时候 我有时候就会感觉 它就像一个游戏一样 比如说你做完题目以后 他会给你 比如说积分呢 然后会给你发一些什么奖励 就有一种打游戏的感觉 就是你比如说打过这一关 就给你升级啊 什么什么的 然后你就会想不停的做下去 其实这就是一种 电子化的管控你的一个学习进程的方法 那现在进入我们的重点 关于学习APP的推荐与使用 为什么要推荐APP 因为我们提升信息化 信息化啊 我觉得一天到晚用电脑也不方便 我们现在还是用的最多的是手机 那一个一个来吧 第一个肯定就是 对就是笔展 你没有看错 笔展其实就我自己来说 我觉得学习的东西特别特别多 那举个例子来找一下吧 那比如说 就可以在我的收藏里面 你们就可以看到一些 比如说打开一个数学 就就有很多很多的 欢迎学习的视频 我非常建议大家看一下这个 微积分的本质 然后高诸生的话 你从第一批看到第六批就可以了 后面就没有必要了 反正你看不懂吧 第六批已经讲到了隐含数求导 我觉得高中要用的东西 基本上都在里面了 好 那这里面就有很多学习资料 第二个就是微信 微信我觉得主要就是用来 你可以加一些公众号 经过我自己的很多很多的实验 我觉得有两个东西你一定要加 第一个就是 这里说的六七高中学习 还有一个就是大家看到这个有道云笔记 因为我是用有道云笔记记笔记的 就是说 关注一个这个还是很有必要的 那给大家演示一下 为什么一定要大家去看一下这个六七高中学习 它其实是就是必须要提它这个品牌 它自己的一个公众号 那我们来看一下有个东西特别特别好 数学末课 嗯 点开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之前看过 它里面有很多很多方法 我觉得特别特别受用 记得比如说有七就是 嗯 之前过定点 这个东西反正我之前也很少在 别的地方看到这么归纳的 它里面归纳了很多学习的方法 我觉得用来学习也挺好 当然它不只有数学 它还有很多别的 那比如说你看这个什么 各个潮带灭亡的原因 我觉得就很不错 好 那接着 原题库和小元搜题 对 这里纸上了我第一个视频 还是很建议大家看一下 你们整理错题的方法 用小元搜题整理错题 那原题库 也不用说 我觉得里面主要就是有一点我特别欣赏 因为我个人的提倡就是做题目一定要做好题 你的时间是有限的 不要把时间花在那些没有用的事情上面 那我们打开 比如说是同步版 然后我们比如说学完了星星地球 然后你现在想做什么 你应该做什么 你应该做真题 真的 我觉得有空就做真题 真题你也不要担心把题目做完 你没有那个本事 我觉得 没有人能把所有题目都做掉是吧 所以说我们打开 里面的题目就全部是真题 然后你也不用专门去买了真题的册子 然后从09年的真题一直到2017年全部都有 退出 而且你在里面做题目 它会自动帮你改吗 或错题会自动给你整理出来 然后就比较方便 还有一个就是它的试卷 它包含了09年开始的所有的高考卷 当然还有很多模拟卷 比如说我在里面找到很水的题目 还有什么我们湖北省高下联考的 还也有 然后我觉得也是非常不错 因为我觉得做卷子也是要做好的 要么就做真题 要么就做那种省市以上的联考 不然那种小的卷子有没有必要做下去 当然了还有很多的功能你们可以自己去发掘 比如说这些有些什么一错题 我觉得还挺好的 但它还是要钱的 反正我只买了两个 然后真的是很一错 打给大家时间看一个 这个题我只做了279道 但是呢我错题有129道 也就是特别难 好的 接下来呢 推荐一个叫studyman的一个软件 上面的可能大家很熟悉 从这里开始呢 大家可能就比较陌生了 那studyman其实是一个中国人做的软件 并不是外文的啊 大家打开看着这 它有两个功能 一个错题本一个是考试 错题本 我觉得你不如用搜题的方法 你们可以去看我第一个视频 然后我主要推荐的是考试训练法 那你在这里每次考试以后 可以选择导入成绩 你自己选一门课 然后呢就选择哪一天考的什么什么什么 就可以了 是什么测试啊 分数是多少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点击查看走势 那随便点个英语 那就可以看出你英语考的怎么样啊 章斗力的分布啊 然后各门课的成绩 都可以在里面看出来 你考的越多 它的分析又越多 然后呢这个就非常注意我们来 了解自己的考试情况 然后呢就是一个关于思维简图的一个软件 其实思维导图软件我自己用过特别特别多 然后最后试出来呢就是两个比较好 思维简图和mindmap 那我们先来看一下思维简图是怎么应用的 我觉得它真的是一个特别方便的一个软件 非常适合手机 但是它的缺点就是它有点太淡了 大家看了就知道了 那我们打开一个就是我自己已经做好的 这个好像特别多 找一个字少一点的 嗯 好像还是很多 就是做出来以后呢 它这个线好像有点淡 就会给你自动分析 就分成那种思维导图 大家看不看清楚 好像还是太小了 那我们来看一下它是一种怎么做出来的吧 好像这个也很多 好 那来加一个 它是一种 它做出来的时候 其实并不是一个图像式的 而是一个文本式 所以就很方便 你通过这个分析 一个感叹号就是一集 两感叹号就是两集 然后就可以自动分层 分层 比如说挑题 然后第一集 然后第二集 你只需要打字上去 它会自动给你排版 特别特别特别方便 这就是我反正经常用这个 我特别喜欢这个软件 除此之外呢 还有一个就是标准有名的那个Mindmap 然后它有一个手机版 这个呢 它做出来比较漂亮 比那个颜色也多啊 但是就是很麻烦 你要一个一个点 然后排版 好的 那介绍完以后 我们来介绍一个重磅 有道云笔记 当然了 我觉得配的颜色互用还挺好 你可以把题目里面的一些 重要的东西都制作成你的笔记 那我们来讲一下它有些什么功能 嗯 首先打开它 之前我有说一定要把它 微信要关注一个 等会我们就可以讲为什么 一定要微信关注一个 那首先 就是语音速记这个功能就很好 我们打开一个吧 就比如说你如果上课的时候 一定要有些老师讲了你记不住的话 你可以用这个颜色录下 如果可以带手机的话 然后就非常的方便 它会自动生成文本 然后你就可以看到它 大概讲的什么内容 而不需要一遍一遍的听 特别麻烦 第二个呢就是 它有个很好的功能 就是 就是图片 扫描图片 然后转成word的文档 比如说给大家演示一下怎么做 在微信这里 然后呢 我们先找到 有道云笔记 那你发给它一张图片 发完了以后呢 它就会告诉你表层成功 然后你就可以点击这个 识别 点开识别以后呢 它就会变成什么样子呢 我们来试一下 然后呢 你再打开识别完了以后 你再打开你的有道云笔记 你就可以在里面找到 嗯 嗯 因为我之前已经分好类了 你就可以在里面找到你之前 嗯 通过它的那个 图片的扫出来的文档 就跟正常的文字是一样的 这个就很方便 如果你有的时候抄错题太麻烦了 然后你搜题又搜不到的话 你就可以通过这种方式 把它弄成word的文档嘛 然后 它还有很多很多别的功能 你们可以自己去发掘 总之呢 我觉得比如说在做原题库的时候 之前也演示过 你就可以把很多很多东西 直接贴过来 给大家看一下 比如说正直 我的正直笔记就是很明显 就是这样做出来的 看这么多字 其实你可以看 都是一些很零碎的支点 也就是在做题目的时候 弄到的一些知识 那除此之外 大家可以在我的笔记里面 看到一个东西 叫做什么 状元的一些笔记 是哪来的呢 这就是它自己 有道云里面 它资源库里面 你们也可以在里面 下到很多很多 这个状元的笔记 但其实我觉得也没有什么用 因为这个笔记也是别人的笔记 还是需要自己的 虽然说也是状元 但也不一定 就真的比你能好很多 对不对 那接下来 给大家 推荐一个叫做高考妙计的一个东西 它里面全部是资料 我觉得非常非常非常棒 那打开看一下 好随便点一个数学 你得几何 直接你方程 好随便点开一个 然后所有的知识点 全部都在里面 我就觉得特别好 它已经给你归好累了 其实有些时候 其实都不一定要抄笔记了 它的特别是文宗 我觉得它归内的还是非常非常的不错的 对不对 都有 这就是一个非常单纯的一个资料软件 大家可以在里面找到很多好的东西 那接下来呢 推荐一个关于语文学习的很好的APP 叫做有大语文达人 是一个语文神器 给大家演示其中的一部分功能 其他的你们可以自己去寻找 那点一篇 下药游 这里肯定很正常就是听它读 对不对 这就没有什么特别的 那我们再点这个 特别厉害这个功能 背诵检测 你比如说选一个语音背诵 点一个 你只要点开以后 你开始背哦 它就没有字了 你背一句它出一句 背去出一句 背错的话会用红色的颜色提醒你 你背错了 好 这个就非常好 可以检验你的背诵能力 当然它还是有很多别的功能 大家可以看到 你们自己去发掘 好 然后介绍完语外后 介绍一个英语 英语的软件我用过很多 然后我觉得最好用的就是这个 省心英语 打开看一下 它是一款主讲 新概念的软件 但它现在的功能已经越来越多了 它的新概念的资料 我觉得应该是最全的一个 随便打开一批 好 双语啊 词汇 详解 还有练习题 还有看到这个小房子没有 感觉像哔哩哔哔哩差不多了 那个图像 点开里面就是一个视频 每个视频20分钟 就关于你这一刻 就跟老师跟你上课一样 而且也是完全免费的 当然它还有很多很多别的功能 比如说看新闻啊 背单词什么的 我就没有怎么用 我主要还是用它来学习新概念 你们也可以用它来 词汇